大家好,我是小毛 我讲狗,但我是个猫奴 这主要得归功于我女儿 所以也可以说我是个女儿奴 我的女儿是只梨花加白小土猫 名叫烤胖 姓烤,就是烤地瓜的烤 英文名Coupon 烤胖是我们领养的,这不奇怪 奇怪的是,它两个月的时候这么猛 居然都没被领走 叫我们捡漏成狗了 更奇怪的是,送养的小姐姐送猫上门 不光没要一分钱,还送个那儿猫粮 说烤胖是包邮的赠品的赠品 一点没错 和他的英文名Coupon非常搭 烤胖刚来的时候和玻璃杯一样搭 可以趴在手心里 躲在纸盒里抖得跟筛糠一样 找到个缝就想往里钻 可惜平静的时光稍纵即逝 烤胖迅速完成了像浑世魔王的蜕变 整天追着他哥哥烤肥满屋跑 这个不良少女从小就自带眼线 一看就不是正经猫 而且表情非常丰富 尤其擅长做鬼脸 比如邪魅一笑 比如一脸鄙视 烤胖长大一点后 完全释放了梨花猫强大的天性 特别淘气 也都没边 而且半大的时候真的是菊毛附体 整个一个干饭猫 啥都要吃 水果蔬菜来着不去 连射个猫都不喜欢的柚子也不放过 还护食 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要饭吃 不给胃就吃我 天天早上啃我的脸 不过我能怎么办呢 长得可爱就是干什么都可以被原谅的 还好 烤胖也有玩累的时候 他睡着了就是个天使 烤胖从小到大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从来没爱过大 是个非常有安全感的宝宝 他对我无条件的信任 最喜欢躺在我身上睡觉 还喜欢往一切盒子和袋子里钻 拎起来就能走 烤胖是只上海小土猫 身上没什么毛 特别怕冷 不过他很机智 迅速掌握了多种取暖的手段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烤胖就走过来挠挠被子 等于敲敲门说 我要进来睡觉了 我把被子给他掀开 他就会钻进来往我身上一倒 开始不停的呼噜 他还会在电暖器上烤火 一到冬天就长在暖器上了 这样暖和又不会被烫到 有时候屁股烤暖和了 还换个姿势烤烤脸 现在烤胖一转眼四岁了 稳重了很多 但还是会被激光笔和影子点燃激情 长大后的烤胖退去了刁蛮任性 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个家 烤地瓜小时候护士要咬我 烤胖会突然冲出来狠狠打烤地瓜一顿 我非常确信 如果我有危险 烤胖一定会拼命保护我的 真不会是只认主又护主的梨花猫 梨花Cat Best Cat 烤胖对狗如冬天般冷酷无情 可是对别的小猫咪却如同春天般温暖 她单纯又善良 又像个合格的母亲那样温柔和耐心 绝对会是个好妈妈 有时候我甚至在想 我早早地把她绝育了到底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给她个有自己亲生孩子的机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期视频 我的语气和以往不一样 有感觉很正常 这期我说的是我前世的情人 我的贴身小棉袄 当然更有感情了 这期视频创作于烤胖四岁生日之期 全当是我个人送给烤胖的一个小礼物吧 祝她生日快乐 并且永远健康快乐 活到一百岁